歡迎收看小過年 賞燈吃元宵就要到板橋來 板橋區公所以復古風潮 舉辦2016板橋元宵節 古今燈籠照方橋系列活動 包括了手搓湯圓傳愛心 以及手作復古燈籠等活動 結合了傳統民俗環保議題 要大家過一個好玩又環保的元宵節 元宵節辦活動 全國很多的活動都在辦元宵節 有些燈會什麼平溪等等 其實新北市的平溪堆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要跟人家不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結合宗教文化跟愛心 來辦這個活動 那剛才已經跟大家介紹過 包括那個百人愛心 手搓湯圓送愛心 也就是說我們在那個結合 這個低抽入五的一個關懷 第二個就是我們把以前 以前我們四五十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的那個農業社會的時候 那種物質缺少的時候的那種燈籠 把它拿出來讓大家去回憶一下 因為老的也可以回憶 新的也可以去認識一下我們古代的 那種生活的一個狀況 第三個就是我們要鼓勵大家做環保 所以爭取了國小中協跟社會組的一個環保燈籠 那我們讓大家能夠回憶一下用現有的東西去做這個燈籠 也可以做燈籠又可以做環保 這個就是我們最主要辦這個活動的目的 其中為期七天的燈結展覽也會在慈惠宮來舉辦 將第一屆板橋燈籠競賽的得獎作品 讓參賽者以民俗工藝技法呈現古今藝術之美 讓有特色製作精美的花燈陪伴大家過好年 我們這次的比賽主要主題是能夠展現板橋在地特色 或者是今年紅年生肖 那我們會希望以環保為素材 就是說家中隨手可得的一些素材 把組裝起來既美觀又環保 那我們這一次有三個組別 有社會組 中學組跟國小組 那我們這些得獎的作品 我們將在2月22號 當天在慈惠宮前6點半會有一個頒獎的典禮 那這些作品也會從今天開始 進行展示到2月24號 那歡迎大家前來觀賞 2016板橋元宵節 古今燈籠兆方橋系列活動中 多項手作活動需要報名參加 觀眾朋友可以透過報名專線 22650946分機14 或是到板橋區公所官網 以及臉書粉絲專頁來查詢 數位天空新聞板橋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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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